你好,我是褶褶王子,我们来褶一款公主裙 我用的指标长15厘米 首先把两边对褶,展开 上下边褶向中间的褶痕 再次把上下边褶向中间的褶痕 全部展开 放到背面 找到最中间的褶痕 最中间的褶痕下面这条褶痕捏起来 褶向最中间的褶痕 上面也一样 上面这个褶痕捏起来褶向最中间的褶痕 最下面的一格褶到后面去 再把它捏起来,往里褶 上面一格褶到后面去 捏起来,往里褶 形成这样的效果 左右两个边对褶一下 展开 其中一侧的边褶向中间的褶痕 接下来翻到背面 把这个边捏起来 留出一小段 往里褶 我们这样摆放 这样看 把这个捏起来往里褶 形成这样 然后这样摆放 下面距离这个靠上一点 捏出一道褶痕 把它折向这个边 形成这样 右侧往里褶 然后上面的边斜着往里褶 调整一下 下面的边也斜着往里褶 形成这样的效果 这一侧也一样 上面的部分往下折一段 然后展开 中间的部分往下折 同时这里撑开 搭成一个小三角 把它压好 这一侧也一样 上面的部分往里褶 小角往下折一下 这一侧也一样 下来翻到正面 把这一侧层往外拉开 翻过来 这里稍微撑开调整一下 下面的边往里褶一小段 左右两个脚往里褶一下 调整一下 这样一款公主裙就完成了 想学更多关注褶痕王子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大学